接受贷款的人又能还给我 可是这里边有个重大的问题 我不愿意要 我干嘛要这个 我要这没用 而且我要这后很麻烦 你在这算算账 一个一等户 一年可以接受15冠的贷款 他得付3冠的利息 两回 这就是6冠 我凭什么 我不需要这15冠 你非得给 你给两次 我白白给你交6冠钱的利息 我有毛病 有毛病 就是有毛病 我硬贴给你 你敢不要 我管你的 你敢不要 王安氏怎么回答这问题 王安氏说 这点钱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 不就是一年6冠钱 把这钱收上来 我们可以做好多事 我们可以把它储备起来 以防灾荒年间 我们可以拿它救灾 可以震灾 这总比 让他们捐出来粮食和捐出来钱 要强一点 也算是办好事 可是你想 那大地主 那大户的钱 他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他也是自己挣的 他能情愿吗 这就是强贪了 当时有个名词 叫乙配 那就是 贪派 这其实就不符合经济规律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奖谈栏目 这样推行青苗法 不但使下等农户还不起贷款 也让上等农户为了担保 而不得不多付出原有的收入 甚至变卖家产去还贷 这样就会使穷户更穷 富户也变穷 社会反而更加不稳定 那么在推行青苗法的过程中 欧阳修又是怎样质疑和变通执行的呢 而在康镇老师的眼里 青苗法又究竟有着怎样的缺陷呢 欧阳修 当时年纪已经一大把了 在青州做支州 他就发现了很大的问题 他说什么呀 他说你们知道为什么会强贪吗 为什么会贪派吗 为什么会以配吗 原因很简单 因为呀 你们官府用这个青苗法来考核地方官的政绩 朋友们你们注意 现在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本来是农业贷款的事 你不带强贷款的 但是他把一个用来考核政府官员的指标 设定成为了一个农业信贷的这么一个对象 那就麻烦了 因为官员考核说 你说你发了半天贷款发下去 没人要 都办不立 你发下去了 收不上来 说你是独职 那怎么办呢 那就只有这样 第一 我为了要把这贷款都发下去 我强派给你 不要也得要 然后我按时要把它收上来 那我说 你原来说是欠收了 我们正好 你原来说是五月份上还 五月份的时候 遇到旱灾了 我交不上 交不上也得交 所以 强派 强贪 到最后是强收 所以这样一来 他交不上 他怎么办呢 他交不上又跑去找那大地主 去图高利贷 这不等于成了双重剥削了吗 你想 这个设计是王安世开始能想到的吗 这是根本他开始没想到的 不是说王安世一开始就知道这结果 还强行这么推行 那不是 而且欧阳修还说有个什么问题 说你看我二月份上半年我发这一次 他都是执行的很极限 我上半年发的这次贷款 到了五月份 他这还没还完呢 你第二次又给他下来了 那对他来说就是毒药 他哪敢还要第二次 可是不行 因为第二次这也摊不下去 上级会考核我的 怎么回事啊你 是吧 好了 第一回还没还呢 第二回的又来了 所以欧阳修当时就说建议如果第一回的没还上的话 第二次的就不要给他再强摊了 欧阳修意识到这问题 他胆子非常大 也仗着资格老 他自作主张 把他主管的区域第二年的轻描钱全部都不往下发 这下可把王安世给惹恼了 是吧 老家伙 跟我作对吗 这不是 但是碍于他是老大臣 而且多多少少欧阳修对他来说 还有点老前辈的意思 他也没怎么样欧阳修 但是问题是在这存在的 我们以前有一个观念很简单 老觉得王安世搞改革变法 他是正面的 是积极的 是推进的 是革命的 是先进的 但实际上具体的运行过程当中 的确存在很多问题 这些反对派也不只是意气用事 说只要是你坚持的 我就反对 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制度上的 什么制度上的 我刚才说了 这是个农业信贷的事物 但是它的执行者是政府官员 好了 农业信贷 我们现在你到银行去贷款 讲的是我愿你也愿 对不对 银行愿意贷 我是自愿的 这个自愿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清淼法不是自愿的 是强制的 到最后就变成强制 为什么呢 我刚才说了 因为官员考核 他要强制的 第二 我们现在到银行去贷款 我贷多少钱 人家愿意贷给我多少钱 一方面是根据我的需要来定的 一方面是跟银行的相关的规定 相联系的 没有说我 是不是 几等户只能贷多少钱 那不是 所以 对象是既定的 方式是强制的 额度是既定的 无论是放还是收都带有强制性 这就破坏了信贷本身所特有的规律性 所以 它的根本的原因是在于用官府 用行政制度来执行了一个经济行为 那你想这怎么可能好呢 所以我们说 这清淼法要归结起来 主要有三大问题 第一 不该强贪 强行贪派 这是不对的 第二 这收取利息 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 第三 不应该用农业信贷来考核官员的政绩 所以你看到了 这清淼法在它实行的过程当中 它出发点是好的 为什么落脚以后最后出现这么多问题 就是它的制度和当时的古代封建社会的制度 是有很多不相吻合的地方 有些是超越了时代 这点可能连王恩师自己都没意识到 那么归结起来 我们就可以说 讲一个道理 你注意 一方面 实际上是国家 用行政的手段 把原来属于私人的高利贷的权利 掌握到了国家的政权手中 这样以来 在客观上造成 那些低等户 既要受高利贷的盘剥 同时还要承受国家的40%的利息的这种贷款的压力 负担很重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有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原来我们说高利贷是坏的 是毒瘤 对农民有压力 但是你得这么算 就是高利贷虽然很高 200% 300% 但是毕竟它是针对个别农民的 而且 它也不可能发放的特别多 也就是说 如果说高利贷剥削了 那么剥削的不可能是总体农民 不可能那么大的量 但是 你别忘了 咱这清苗法 面向的是整体的农户 所以 你现在算算账 那高利贷如果在农民的身上所获得的利的总量 和这个清苗法在农民的头上所获得的利的总量相比 打个更多 那显然是清苗法的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清苗法获得的从整体农民头上获得的利益 甚至高过了高利贷 这就是问题 大家说 那你这样说就是一个不可解的结 对 这就是在古代封建社会制度底下 却出现了一个 需要让它解决 却根本解决不了的一个当代问题 就拿高利贷来说 坏的 但是大家别忘了 高利贷在道德上是坏的 可是 马克思说过一句话 你可别忘了 高利贷的制度 是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高利贷再往前发展 就会出现货币财产 就会出现什么呢 银行业 现代的银行制度 是不是 大家说 那为什么这个老发展不起来 因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 包括王岩石本人在内 对商业是极度抑制的 对于这种商业的萌芽 它是压制的 所以高利贷制度在中国变成了一个怪胎 它无法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 形成现代的货币的 现代的信贷的 现代的经济制度当中的一部分 它只能成为 被迫成为中国古代封建时代 生产关系的一个补充的部分 所以清了法最终的消歇 终止 从个人上来讲 的确是王岩石的悲剧 但是应该说 这并不是王岩石本人的过错 他想要改革 想要变法 想要增强国力 想要给国家的国库 添银子 这都没错 但是在那个时代的条件下 却不得不 以农民的付出为代价 所以讲了这么些 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么看起来 这改革变法 真是很复杂 是不是 改成这个样子了 老师您说了这么多 我都怀疑 这宋仁宗还能支持他 宋仁宗自己都已经进了 他后边这改革变法 不光是清了法 还有好多 那在那些改革变法当中 他怎么处理这些关系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么多人反对他 从人事关系上 他怎么协调 我们下回再说 随着改革变法的深入 改革派和反对派的矛盾 日益突出 有人公开发难 有人仗义直言 有人投机取巧 有人暗东作乱 面对纷繁复杂的时局 和各怀心事的朝臣 身为改革变法核心人物的王安石 将如何对待呢 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 王安石第十一集 从变法到变力